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CURL的简介以及简单的DEMO事例,对吧 我们这一课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如何通过我们CURL下载文件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我们的PHP中,我们要下载文件的方式有很多种,对吧 例如我们有一个readfile函数 它是可以读取远程文件的,对吧 然后我们的fopen函数也是可以读取远程文件的,都是可以用来下载的,对吧 还有我们也有常用的fire get contents 它也可以获取的远程的文件,就是可以用来下载,对吧 还有我们的fsocket也可以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system 这个命令来调用我们的这个命令行的wget 是吧,这个是不是也可以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CURL 你看,PHP里面提供了这么多种的方式,可以用来下载文件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下什么文件,通过PHP代码是不是可以下载很多 并且我们的CURL里面还是可以支持指定host的方式 通过我们的这个程序代码指定host的啊 来下载资料,那可能就会快很多,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CURL下载文件 它的这么一些示例 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下载图片 并保存到本地的这么一个代码 在这里,我们这个函数 整个就是我们定义了这么函数 函数名叫做getImage,对吧 就是获取Image 它接受几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URL地址 就是我们想要下载的这个URL地址,对吧 第二个sale.dri 就是我们保存的这个目录 好,第三个finet就是我们保存的这个文件名,对吧 好,第四个type参数 type参数就看是不是我们要获取远程文件了,对吧 来,首先前面的话我们是判断一下 这些参数的有效性,对吧 看是不是有没有传这些参数 如果没传的话 像URL,我们既然去下载这个URL 如果没传的话 我们肯定立刻就返回了一个arrow,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保存的目录为空的话 我们默认就是当前的这个目录了 再接着就是这个文件名 如果这个文件名我们没有传 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这个URL 去获取我们的这个文件名了,对吧 好 从第四行到我们的这个第十八行 都是我们的这个参数的这个处理 然后 这里我们就通过我们这fire exist 检查一下这个保存目录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创建它 并且注意我们这里给了它777的权限啊 一般服务器上我们是不建议给777权限的 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为了演示 做一个示例 然后我们确保我们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程序 执行在哪个用户名下面 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对应的权限 对吧 所以我们给它777 那么就说明我们可以 程序可以写进去了 然后 但是我们下载文件的这个核心部分了 在这里 我们主要是如果是远程文件的话 我们就 出示范我们的cur 对吧 然后设置我们的cur 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要访问的这个ur地址 就是我们闯进来的参数 对吧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跟踪跳转 我们这里 设置了为1 对吧 然后这三个参数就表明我们是不是要 把它存在到变量里面 这里我们也选择是了 然后第四个参数就是我们的链接超时时间 我们这里设了三秒 对吧 如果三秒还链接不成功 那就超时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执行我们的这个cur 并也获取它的这个范围的内容 对吧 那我们如果传建的是个图片地址 那么这个image就是我们这个图片的内容 然后紧接着就关闭我们的这个cur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好 这个我们先跳过 然后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cur 访问到了这个图片内容 对吧 那我们紧接着就在我们的这个保存目录下面 创建这么一个文件 你写的方式打开 对吧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把我们这个图片内容写进去 写进去之后 我们就关闭这个写的这个句名 然后释放对应的这个参数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文件下载下来 已经保存到我们这个目录下面的这个文件名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返回我们的这个操作结果 这就是我们整个函数的这个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核心部分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cur下载 对吧 它的功能就是 第一 是结合 判断参数的有效性 检查目录是否存在 不存在就创建 对吧 第二部分就是下载 第三部分就是把下载的文件内容 写入到最后的文件 就实现了一个保存功能 对吧 这是我们下载图片 并且保存到本地这么一个示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下载函数的这个封装 看这里 在这个函数里面 其实非常简单 对吧 它就把我们的cur2这个get方式访问的这个 封装起来了 并且 在这里我们还支持这个gzip压缩的方式 如果选择gzip压缩 那么我们就设置它的这个 incoding这个格式 对吧 是我们的gzip的方式 所以整个函数非常简单 初实话cur2设置它的网址 然后是不是压缩了 对吧 然后head头是不是输出 然后这是链接超时 然后我们的方法是get方法 然后是不是把它存储到我们的变量里面 还是说输出来 对吧 然后执行我们的cur2并且把结果返回 然后这里 注意我们通过cur2下滑下error函数 或许我们的这个cur2是不是有错误 然后关闭我们的cur2矩柄 然后在这里返回的时候 如果有错误 就表明我们这个cur2执行不成功 我们就把我们的error数据返回 对吧 如果error为空 表明我们的cur2成功执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数据返回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下载文件的这么一个函数的封装 对吧 我们把整个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如果我们想像刚才我们那个下载图片的话 我们就只要第一 我们确定我们这个pass存在 对吧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下载 通过我们的这个ur地址 我们下载文件地址 对吧 把下载下载之后 我们就第三个 就是写入了 对吧 就把我们的这个 imit写入到我们这个pass 这样就完事了 对吧 所以 其实把一个文件下载下来保存起来 很简单的 是吧 来 我们再看一个 模拟量下载的这么一个实例 因为我们像这种下载的话 假如我要下载把一个文件的话 那它 就是一个一个下载 对吧 是串行的方式 而我们通过我们这个 模拟拼量的方式 我们可以实现类似于一个并行下载的方式 但实际上虽然它也是一个一个啊 但执行起来 会比 串行的方式要快很多的 来 首先 我们看这里 我们首先 设置了这个脚本的超时时间 我永不超时 对吧 然后设置了这个错误显示 就任何错误 有错误 它就会展示出来 对吧 然后同样 我们这个host 还是我们做mets edu 也就是我们的mets学院 然后我们要抓到的图片 就是上面的两个广告图片 对吧 好 我们保存的路径 就当前目录下面 首先 我们通过我们的curl mati-init 初始化了一个批处理的这个 curl这个剧柄 然后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 URS 我们要下载图片 做一个循环 然后 我们 在这里 我们保存了这个 我们 我们处理了这个 我们要保存的图片 对吧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们就下载 好 下载的话 我们首先 是通过我们的curl init 初出了一个curl 剧柄 然后设置了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你看 我们的浏览器是firefox 3.0.1 这是 就是如果服务器端 或许我们这个访问的这个浏览器 代理的话 它就能 或许到这个 然后 我们设置了我们的这个 refer 就是我们这个host的 smets学院 对吧 好 height头 链接潮时 是否跟踪跳转 对吧 然后 这一堆都是我们的这个单个的curl 然后 我们再把单个的添加到我们的这个批处里面 批处理的这个剧柄里面去 对吧 好 我们有两个图片 那么这个批处里面就有两个 对吧 然后 紧接着 循环 执行我们的这个批处理剧柄 执行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判断我们的这个 我们就从我们这个批处理剧柄中 把我们的这个单个的curl给去除 从批处里面移除 然后关闭我们的这个curl 看 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fopen 对吧 打开了要保存的文件 保存到我们这个f fp这个速度里面 它是个剧柄 文件处理的剧柄 对吧 我们这个curl 我们这里设置了啊 我们这个文件是通过这个剧柄来操作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图片如果下载下来了 我们就通过这个剧柄把它写到这里面去了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比网上的要复杂一些 对吧 我们现在当下目录是没有任何图片的 来 我们 执行一下 好 我们执行完备了 我们看 我们已经保存了这两个下载下来的图片 对吧 好 我打开看一下 你看 这就是我们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p处理 下载下来这个广告图片 对吧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载下来的那一刻 我们下载下来的图片 好 我们下载下来的图片